再来说,还有我们都听说过,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那银唱库坛主呢,他到天堂去游玩的时候有讲到啊 上天派了五个仙佛来监督,报氏灵统呢是其中的一个 那还有日游神,夜游神,监视神,还有我们身上的三尺神 那都是在观察我们的闭眼地形 我们的起心动念呢,他都在看,都在监控中 那日夜游神呢,他也是我们中国民间的一位神明 那日游神跟夜游神的耳称就是日夜游巡 那也有人说他是干流将军,就是我们的日夜游神 他原本呢是四处游荡的一个凶神啊 那后来变成了我们的,大家都有听过就是冬月大帝啊 那还有我们城隍夜,还有严罗啊,人间神明的故乡 那分别就是在日间跟夜间呢,监督人间的善恶 那他们呢就是被供奉在我们的冬月庙,我们的城隍庙 那还有三思神啊,三思神他是住在我们身体里面 凡是人的心口意念啊,我们想什么,做什么,他都知道 他都会跟我们做敬意,那我们也说啊,我们都知道说 诶,我们不只受到我们的城隍、暴氏灵虹做监督啊 我们更受到,呃,更受到我们的赵君哦 他就近的每天监视的我们的一眼一行 包括我们的起行容念,哦 暴氏灵虹跟城隍,他是看得到我们的言行举止吧 哦,有没有为恶,可是赵君呢,他每天都是在家中观察我们 别人是看不到的,那赵君呢,都看得一清而出 哦,我们自己没有去查念我们的,而恶念,那赵君呢,他是寥寥分明 哦,就是不管我们,呃,在吃饭啊,睡觉啊,我们所有的监视 不仅是行为,起行动念,哦,都跑不掉,他都会寂寞 那我们家中啊,家中如果有佛堂,我们是不是每天早晚现象都要跟赵君拜拜 所以赵君呢,看更清楚,我们得一个善恶,然后做记录跟评报 那有浅显会说,诶,我家中没有设佛堂,哦,那可是呢,我们赵君呢,还是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哦,哦,那在观察我们,哦,那我们 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自己的连心,信念,那读此,读我们读出的时候啊,哦,我们的起心动念啊,哦 不要自己去注意,自己去生成,哦,那我们说,诶,举头三尺有神明吗? 所谓啊,所谓拾目所施,指指所,指手所指,哦,那君子要不愧于乌肉,这叫做无欺安止,哦,所以,彼勒就古真经就提醒了我们啊,道清的一言一行啊,包括起心动念啊,都在生命里面死下,哦,那有一个,哦,有一个故事,哦,它是真人真事的,哦,就是我们, 有一个故事,哦,有一个故事,哦,有一个故事,哦,那它是当地,当事人呢,是明朝的一个禁止,哦,它老年的时候有写下,玉照神经,哦,那它留下这一篇文章呢,是为了去,呃,训绕它后代的这些,那也广为流传在我们的,哦,那因为,时间的关系,后学就不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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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